欣语同路人 今次的同路人嘉宾是林承信牧师 我看见一个景象就是 不单止小孩子得着祝福 就算这帮教会的青年人 去参与在这些义工队里面 他们的生命一定成为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乐人 原来神经哀不是抽象的 神经哀是很具体 而且可以实践在人间 其实在当中他们能够付出 反而成为他们日后生命的 回望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激励 但我们今天常常都要提醒 做父母我们不要做拐兽家长 不要过分紧张 你赢在起跑线 但输在冲线 你就是没什么用的 诚要请你收听 未来的欣语同路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